欢迎来到BioWhisperer频道,今天的主题是对活性污泥回收煤的透视概述。 我们将对废水修复进行深入了解。 煤是高价值的工业生物催化剂,在广泛的制造和加工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农业、食品和家庭护理行业。 在温和条件下,煤的催化效率比无机化学催化剂高几个数量级。 然而,生物质培养所需的营养培养机对工业煤生产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本。 煤催化过程的一个优点是它们表现出高反应和抵物特异性,因此几乎没有负反应,也很少或没有负产物。 此外,反应在环境范围条件下进行并且不需要高温或高压环境。 然而,由于成本高,煤在主要连续工业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受到限制。 这主要与微生物培养机有关。 污水处理厂通过微生物水解和氧化成是废水中的有机底物产生的生物活性污泥是一种可行的,潜在的工业煤替代来源,并且还为水工业提供了经济和运营优势。 活性污泥是废水生物处理的废物,由微生物生物质组成,可通过产生大量水解煤降解有机物。 因此,从活性污泥中回收煤为工业煤生产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潜在可行的方法。 从破碎的活性污泥蓄体中,提取煤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并已在实验规模上得到证明。 确定的一种更有用的破坏技术是超声处理,超声波提取在细胞和亚细胞颗粒中提取的酶和蛋白质效果非常有效。 它可能是最有效和最合适的酶提取方法,可以扩大规模并且是水工业熟悉的技术。 不同煤的产量受废水处理条件的影响,特别是成分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给污泥位入特定的目标底物来控制。 然而,水解煤可以直接从废活性污泥中有效提取,无需对标准废水处理工艺进行特殊修改。 提纯、浓缩和稳定与固定化技术还可以极大的扩展工业应用,提高从活性污泥中提取的煤产品的经济价值和试销性。 浓缩和纯化的活性污泥煤可以很容易地在许多工业应用中替代无机核或商业生物煤催化剂,包括例如皮革加工、洗涤剂和动物饲料配方。 因此,通过从废水中回收宝贵的资源,从活性污泥中提取煤可为水工业带来显着的经济效益。 它们还可以优化重要的废物处理过程,例如污水污泥的艳养消化、增加沼气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煤提取污泥表现出改善的处理特性,例如提高沼气生产的沉降性、脱水性和艳养消化率,协助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泥管理。 并能够进一步利用剩余污泥。 关键要点 将煤回收技术整合到目前的生物废水处理系统中,是利用废气活性污泥进行工业煤生产的技术上可行的提议。 从活性污泥中提取煤为水工业提供了显着的好处,包括,一、从废水中回收有价值的资源,为运营商提供经济效益。 二、促进煤的添加,作为污泥预处理的可行工程选择,以改善水解和消化率,并增加来自艳养消化的沼气和可再生能源产量。 三、破坏废水和污泥中的有机微污染物,以减少污水处理厂对环境的化学排放。 四、提高煤提取活性污泥的消化率、沉降性和脱水性,从而改善污水处理厂残余固体的处理和管理。 五、提高污水处理厂的整体可持续性,以及六、促进循环经济。 感谢您观看此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请按赞按钮并订阅这个频道,以获取未来的更新。